由於兩黨圍要駐預算,持續前兜。 美國政府再次陷入關門大棄的概率與日俱增。 這也意味著,很多非重要政府職能會發生停擺。 如果美國政府真的在10月1日面臨關閉的困境, 那麼對加密市場的影響幾何? 今年7月,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 通過了四項數字資產法案,分別是 21世紀金融創新與技術法案列,區塊連監管確定性法案, 支付穩定幣清晰度法案和保留你的硬幣法案。 這是該委員會首次推進如此多的加密貨幣相關法案, 可能在本屆國會會議期間進行眾議院全體投票。 但政府關門將暫停立法者推進任何立法, 直到他們解決下一財連美國政府資金問題。 對此,美國區塊聯協會政府關係主管 Wan Hammond 表示,對加密行業來說, 未政府關門越長。 包括散戶,市場結構和Feed 在內的各種法案 就越有可能被推遲, 根據國家機構的比特幣現貨 ETF 的審核時間。 美國,SCC 須在今年10月對多個比特幣 ETF 作出決定, 可能是批准,拒絕或延遲, 包括 BlackRock、Ran Egg、 Wisdom Tree和 Bitrise等。 不僅如此,10月13日是SCC 對 Brace Kale 案件的決定 提出上訴的最後日期, 這可能會為SCC 如何考慮其在現貨 ETF 方面的立場提供線索。 但根據SCC 主席 Gary Gensler 的說法, 美國政府停擺將影響到SCC 對市場的監管。 由於聯邦政府可能在本月底關門, SCC 的監管活動將受到嚴重限制, 可能無法履行一些基本職能。 SCC 可能無法對那些想像市企業的申報文件進行評估。 如果發生重大事件該機構無法全面監管市場。 另外,Gary Gensler 領導下, SCC 今年已對加密行業發起多起訴訟, 停擺或將讓加密行業得到喘息的機會。 據Condis 報導,SCC 另一位發言人表示, 美國政府如果在月底前無法通過支出法案而停擺, SCC 將進行期停擺計劃或將暫停訴訟, 除非該情況對消費者的財產構成威脅, 並將停止審查和批准新產品的申請。 除了緊急拳於投資者之外, SCC 的大多數調查和執法活動將逐漸停止。 這意味著該機構不太可能繼續對加密公司進行穩定的執法, 這也給了那些尚未成為目標的傢司暫時喘息的機會。 不過,曾長期擔任 SCC 官員。 現共則於Megary Strategies Day & Kelly 表示, 雖然從技術上講, SCC 的計劃只允許採取措施防止投資者, 我們的市場或財產面臨迫在微截的損害風險, 但它在使用預留資金方面有一定的預算靈活性。 2013年, SCC 在整個美國政府16天的關閉期間仍保持運作。 2018年,該機構在創紀錄的關閉期間仍在一部分時間裏保持運作。 看看這次,SCC是否有必要的資金, 以及它們是否決定保持運作。 這將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另外,聯邦法院可能會繼續正常運作幾, 直到司法部門用完期從法庭費用等方面收取的現金。 例如,SCC 與幣安之間的法律糾紛, 或與 Coinbase 之間的類似糾紛, 目前應該仍在進行中。 另外, MC Kuzmeth 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張 Sprachino 表示, 如果政府繼續停擺法院的一些活動可能會放緩, 但根據憲法刑事訴訟程序必須繼續下去。 比如下個月,FTS 創始人 SBF 案件, 但進展會有所防昏。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